地质豹国的英雄岳飞 岳飞是南宋时著名的将领 在他刚出生不久 家乡发生了不幸 黄河突然绝口 洪水泛滥 淹没了全村 村里到处哭喊一片 眼看洪水就要淹没了岳飞的家 岳母抱起小岳飞 跳进了一口大缸 岳飞母子二人坐在缸里 顺水飘啊飘 一直飘到麒麟村 被王远外发现救了上来 王远外见母子二人可怜 便收留了他们 让他们在麒麟村定居下来 转眼间岳飞就到四五岁了 小岳飞非常懂事 常常帮助母亲干活 母亲边干活边教他识字 因为家里穿不起纸和笔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纸和笔 母亲想了个办法 把细纱铺平做纸 树枝当笔 练习写字 这是月子 姓月的月 记住了吗 岳飞的记忆力很强 教过的字 读过的书 都能过目不忘 到了上学的年龄 岳母便省吃解用 送儿子上学 岳飞跟着老师学习 他非常注意学习方法 领会书中的精神和要领 不像其他的同学那样 死肯书本 所以岳飞的学习成绩非常棒 几年之后 由于家里太贫困 岳飞不忍心看到母亲 劳累的样子 就对母亲说 娘 我可以干活养家了 我不上学了 孩子 家里的日子是不好过 可你现在不好好上学 学知识 将来 怎能有出息呢 我不在学堂里 也可以读书呀 母亲听了岳飞的话 觉得也有道理 就同意了 好吧 那你就在家 边干活 边自己读书学习吧 岳飞离开学堂之后 到几十里之外的寒家 当扑克 此时 金国率军 不断入侵中原 人们为了防身护家 纷纷起舞练功 岳飞从小 就十分喜欢武艺 经常使枪弄棒 弯弓射箭 同乡 有一个长辈 名叫周同 武艺高强 尤其擅长射箭 岳飞仰慕已久 便拜他为师 学习本领 有周同的精情指导 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 岳飞舞艺长进很快 周同十分高兴 将岳飞收为义子 决心将全身舞艺传授给他 你的武艺进步很快 我就收你为义子 把我的本领 全部传授给你 谢谢老师 岳飞跟着师傅周同 天天勤学苦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久他就掌握了全套剑法 而且能左右开弓 百发百中 十八班兵器也样样精通 悬议期间 周老先生还领着岳飞 游山观景 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 你看 祖国的河山是多么壮观美丽呀 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不能让敌人来侵犯 从此 在岳飞又小的心灵里 便剥下了热爱祖国的种子 可是不久 年近八十岁的周先生 得了重病 离世了 岳飞悲痛万分 不禁放声痛哭 从此 岳飞每逢初一和十五 都要到师父墓前祭奠 并在这里 打一趟拳 或练一趟棍 以表对恩师的怀念 此时的南宋朝廷 腐败无能 国库空虚 北方的金国虎实丹丹 似机难犯 当金兵入侵中原的时候 岳飞便辞别母亲 决定出征抗金 母亲 现在金兵入侵中原 国家处在危急之时 我想拼杀战场 保卫祖国 岳飞的母亲 虽然是一个农妇 但极富正义感和爱国心 她依然同意了儿子的抉择 孩子 你就放心去奔赴前线 抗击金兵 保卫国家 孩儿一定不会辜负 母亲的期望 白发苍苍的岳母 声名大义 坚定儿子的抗金决心 安心疆场 报效祖国 在送岳飞从军前夕 岳母 让儿子跪在神祖牌位前 脱去衣衫 亲手在儿子的背上 赐了金中报国四个字 孩子 我在你背上 赐上金中报国四个字 是要警告你 时时醒悟 赤诚报国 临危不惧 时刻不要忘记 国家 民族 孩儿一定 不会忘记母亲的教诲 忠心 报国 岳飞 牢记母亲 降悔 终于成为 南宋时期 威震全国的英雄 小朋友们 我们祖国的河山 是多么的壮观美丽 你们从小 就应该在心中 拨下爱国的种子 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你们是祖国的花朵 是祖国的希望 未来的祖国 就要靠你们去建设 所以 你们从小 就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等长大后 把祖国建设的 更加美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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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